歡迎來到齊凱的新聞現場 昨天陳姓宇又發飆了 很多人怪說媒體太超過了 等一下我們要重建現場 因為事實上在他上班的地方 康橋牙醫是有個專案的 記者都在 攝影記者都在3公尺以外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昨天媒體到底處理得怎麼樣 甚至日後要怎麼來處理 另外呢 馬英九在巴南馬開的記者會 他說阿扁的119信他確實借到了 不過他真的愛莫能住 沒辦法啦 可是他要不要回信 他說短時間沒辦法回信 我們後來討論一下 他這樣的回應好還是不好 今天有7位貴賓 第1期胡宗信 胡大哥 謝謝大家晚安 第1期時報週刊的小頂紅米友 大家好 還有沈富雄 沈醫師 西凱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的人光晴 西凱 大家晚安 郭民東 李華議員 閑耀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老幹言 做了20幾年的幹言對不對 一起 大家晚安 還有友華 來 我們先來看 早安啊 很多人都在罵說 媒體為什麼逼著陳姓宇發飆呢 我們把現場重建 發現事實上 媒體是有一個自律的規範 叫做康德牙醫診所專案 因為陳姓宇在去年底 大罵的時候說 誰沒有拿爸爸的錢 那一天他跌倒了 那記者說 是不是那天的過程有問題 所以他們訂了一個專案 所以攝影記者 包括昨天在採訪的時候 攝影記者全部都在3公尺以外 他真正發飆是 有一個平面媒體比較接近 而且是他副衛隊去勒他脖子 是 我是不曉得媒體 這個自律的康德專案 過去在這個許惠佑的時代 也是阿扁執政的年代 有一次陳姓宇掉鞋子 那叫掉鞋子事件 許惠佑連出國都沒有辦法出國 就一定要加派這個警力去保護他 那我們從昨天的那個 陳姓宇發飆那個鏡頭來看 攝影記者是排在這一串的 那就算我們沒有看到攝影記者 你看他整個花傘的那個陣容 你沒有辦法晉升 因為傘也會戳到人 後來也戳到人 所以記者是連麥克風都沒有伸進去 以前的話就沒有這些是花傘部隊 這個護衛隊的話 陳俊宇走過去你還可以這樣靠近 可是那天的從我們從影像上很直觀 就是沒有辦法晉升 所以他是有個保持一個距離的 而且那天是陳姓宇主動衝出來的 衝出來一直追著那個記者 而且那個記者是蘋果日報記者 我之前講自由時報記者是錯的 是蘋果日報的記者 他那個平面的攝影記者 他去追他 然後也像一頭獅子 受傷的獅子這樣到處這樣亂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要探討一個 我再補充一點就好了 就是有沒有採訪陳姓宇的新聞必要性 我認為是有的 平常你說當時候 扁家還沒有閉案的時候 那個時候或許我們覺得 為什麼要把他逼到牆角 可是陳姓宇那天是在什麼 他爸爸寫信給馬英九馬總統 然後他又揚言說要帶小孩去自殺 那他自己又是偽證罪 然後小孩子就學的問題 也被民進黨綠營人士炒作 所以我認為說媒體他見到自己職責的話 他要觀察他們新聞的必要性 我覺得這件事情上是有新聞採訪的必要性 所以媒體必須要去採訪 那今天要跟他發報告是說 整個現場如果有重建 你告訴我 攝影記者是真的都在三公尺以外啊 沒有很靠近他啊 我跟妳講陳姓宇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爸爸已經是總統 你記不記得畢業典禮的時候 記者去圍他的時候 他拿著書就打記者 這陳姓宇的個性啦 就他沒有辦法適應美光燈也好 但今天我也同意 就是說在這個扁案這麼嚴重之下 尤其是死作擁者是誰 就是他的爸爸陳水扁嘛 他爸爸陳水扁 他告訴大家 他寫一封信說他女兒要發瘋了 他女兒要自殺了 迫使把陳姓宇又推到地線上 那陳姓宇這個專案是 的確是有的 因為陳姓宇經常發飆 大家也覺得很不忍心 就是說媒體要自律 所以有一個要求 說媒體要有個自律 就是說你離開他 不要讓他就是說 每次都很狼狽 但是他偏偏要用一個什麼 他的那個護衛隊 像出庭也是這樣 其實陳姓宇的臉蛋 大家都清楚 他不必遮陽傘 不必戴帽子 他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就是說你晉身採訪他有沒有必要 我覺得昨天就是說 陳姓宇強調說 你們欺負人欺負的太甚了 為什麼就是說 記者追問他你的小孩 我覺得當一個媽媽 他現在是他認為 他沒辦法保護他的小孩 所以他誇狂 那他抓狂 我們知道就是說 扁伴也好 扁家也好 他們都說陳姓宇生病了 如果陳姓宇真的生病了 我覺得說扁家跟扁伴 不能放他一個人單飛 讓他落單去面對所有的媒體 第一個 你可以建議陳姓宇休假在家 第二個扁伴是否可以帶他發言 不要讓他直接面對地線 第三個請陳水扁總統 你停止把你女兒當成一個政治籌碼 每天丟出來讓人家去採訪他 我是覺得情何以堪 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很崇勤陳姓宇 他犯罪是有沒有犯罪另外一回事 但他面對媒體的這個 我覺得我呼籲媒體是應該要制止 我覺得說你不要去刺激他 因為你昨天不管你離三公尺 你追這個問題他一定抓狂的 美意這個媽媽本色又出來了 我們重建啦 重建現場啦 有話 昨天他真的整個後來發飆 不是攝影記者去拍他的問題嗎 是有平民媒體問他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後來護衛隊自己 前後有兩個護衛隊人 去弄了他脖子啊 那我現在覺得 這個我們也必須要檢討一下 護衛隊 請問護衛隊尊不尊重 採訪的權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從台北地院 一直到昨天 到那個牙醫診所的前面 前天 所發生的事情 如果不是護衛隊的話 也衝突不會那麼激烈 那第三個 你陳迅瑜為什麼要盯 那個平民媒體的攝影記者 因為那個平民媒體的攝影記者 已經跟拍跟的一年多了 那跟拍跟的一年多 你陳迅瑜不是說 你影響到我小孩 所謂影響到我小孩 是上次台北地方法院 他被勒住脖子的那一張照片 真的是 各大報社幾乎都有那一張 這個對陳迅瑜的小孩 而言是一種刺激嘛 說他媽媽怎麼會這樣子啊 那這一位蘋果日報的攝影記者 是跟拍跟的一年 那我想 是不是所有的記者圈裡面 那陳迅瑜只認識他一個 你說因為他一直在跟著他 對 因為他已經跟拍跟的一年多 所以就針對他 你做事他要打 所以我這樣子看來 今天 除了新聞媒體是要檢討 難道陳迅瑜跟護衛隊 尤其是護衛隊 那一種危險性的 或者侵入式的過渡性的防衛的話 難道他不需要檢討嗎 所以以後 沈迅瑜以後我們媒體 還是三公尺以外對不對 護衛隊不要再熱他脖子 大家對護衛隊的責難 其實我昨天在本節目已經講過了 這些人是自以為很停扁 但是其實是害了陳迅瑜 因為增加整個事件的刺激性 而且你覺得你有說了 結果是反而而壞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要拉回 我認為三位都講得太快了 今天重點在康德專案 康德專案我們要深入的討論 花個15分鐘都沒有關係 我要請問這個康德專案 是當地檢察局所想出來的 還是媒體自律的結果 媒體自律的結果 那我給他肯定 但是這裡頭有很多細節 我們要推就一下 有這個專案表示 這個在診所前面訪問 是幾乎是嘗試性的 不是偶發事件的對不對 好 那我就要進一步要推就說 為什麼要分成兩塊 這個兩塊是很難處理的 你知道嗎 除非說地方太小 人太多 你一定要集中在一塊 要不然持續 如果有一天他想通了 他願意接受媒體的訪問的話 那我請問那些攝影記者 是不是要趕快衝過來 昨天就是因為他動手了嘛 所以那些攝影記者 原來保持距離的 也縮短了嘛 所以這個是要重新考量 但是必須 我必須講說 有這個專案 然後大家各求各位 如果陳幸宇不接受採訪 他就板著臉孔 一路走進診所 我想很多日子都是這樣 我覺得很好 但是昨天他是因為 被問到小孩子 這是觸動到他的敏感神經 那所以他開始發飆 開始進去去衝著記者 這是他的不對 這是他的不對 所以陳幸宇要負責任 我覺得媒體 如果每天都遵守這個規矩 那媒體是沒有責任的 但是一旦有引爆點的話 那就不管什麼專案 幾百個專案也沒有用 就現場就亂成一團了 但是我必須講 從今天開始 如果大家愛護陳幸宇的話 這個護衛隊 哪雨傘的這些護衛隊 要趕快撤離 而且我還要必須要講 因為陳幸宇事情不斷的發生 所以你一定要想一個辦法 處理跟媒體之間的關係 你或者一個禮拜 跟媒體講兩次話 或者是你要講話的話 你自己一個人 如果沒有辦法掌控的話 你可以找個你的發言人 或者是 扁辦不行 我對扁辦沒有信心 律師 你可以找你的律師 或者你可以找你扁家的 一向的好朋友 葉宜監大委員 葉宜監大委員表現很好啊 除了處理自己 先生在大陸念書的事情 那件處理得不好的以外 其他都處理得很好啊 你可以找葉宜監委員 你可以找律師 一個禮拜來一次兩次 如果有大事件發生 如果你爸爸出招的話 你可以多加幾次 我覺得就可以處理了 其實 律營是不信任我 扁家也不會信任我 要不然我自告分農 如果我出面的話 我保證每一場 都飄飄亮亮 沒事情 沈律師這建立蠻好 以後沈律師去幫忙發言 我來看 其實這個事件 就是扁案的事件 沒有結束的話 陳信瑜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 是不太容易會冷卻下來的 所以他必須要 沈律師去幫他發言 那當然今天在台北 你相信不相信我 有康德專案 我絕對相信你 但是陳信瑜不會接受 第二個如果說陳信瑜 真的要幫他高雄去的話 那還有一個別的專案 叫做人文首席專案 還有別的專案來了 其實在去年5月20號以前 大陸還記得的話 那個時候其實就發生 陳信瑜集中媒體採訪 有很多衝突事件 包括當時國安局特勤中心的 特勤人員都介護了 都出手了 還有媒體被特勤人員弄受傷的事情 所以一直在檢討 那我個人來看 其實在媒體在處理這個事件上的時候 已經很自律 而且自己都有規定 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因應 其實都有 只是每一次發生的時候 現場的狀況沒有人可以掌握到 今天早上我看到 在高雄高鐵站 左營高鐵站 從7點鐘 南部高雄的媒體就很可憐 就守在那裡等陳信瑜 因為聽說今天陳信瑜 要南下高雄 要看小學 所以都守在左營車站 一直一天的時間 從早上到下午一天走 等到下午確定陳信瑜今天不來 可能是明天要來 又回去了 那我覺得今天媒體朋友也很可憐 我在現場他們告訴我 也希望我在這個節目裡面呼籲 我們媒體的高層 大家也體諒這些媒體朋友的辛苦 他們去守候 所以今天在高鐵站 我看到什麼 高雄今天派出來都是帥哥 個子又高又垮又挺 那這一些 我想護衛隊都怕他們啊 是不是 因為過去的試驗的經驗嘛 所以我個人來看的話 第一 陳信瑜這個事情 我倒是覺得說 希望能夠在新聞上 第一個先冷卻 可是不會停下來 扁案沒有告結束這個事情 陳信瑜一定會成為追逐的焦點 另外我還是希望 阿扁這邊 扁家也好 扁辦也好 確實 陳信瑜現在的情況 確實令人 遭遇感到可憐啊 不要利用陳信瑜出來 摩取外界同情的聲音跟眼光 事實上媒體平常也沒有去採訪陳信瑜 只是因為上個禮拜他去看陳水扁的時候 大哭大鬧 開始要變成一個媒體的焦點 包括阿扁寫的信嘛 對不對 所以平常我們沒有去採訪他的啦 那今天 包括電視台 很多電視台都有 大家坐下來 他有在談一下這個規範 他們說以後訪問陳信瑜 訪問陳信瑜 還是照這個康德亞裔的這個規範 這規範系到什麼地方 攝影記者跟文字記者 他本身都是分開的 就是靠近他 就是三公尺以外 以後就是照這樣規範來做就好了 媒體有這種智力 非常好 我們民眾都不太清楚了 今天講出來以後 讓民眾了解一下 我過去處理很多案子 辦很多案子 我看這個媒體都有一個默契 比如說我移送人犯 我往前走一步 他們會成扮演型的往後退一步 他們可能這種 這種智力 這種默契 已經行之很多年了 那陳信瑜的問題 就他自己要思考一下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 被採訪 這麼多人被媒體盯上呢 那為什麼每次都是你在那邊 產生這些肢體衝突啊 甚至字牙裂嘴的 你看蘋果日報拍那張照片 拍得多醜啊 要是我本人被人家 拍成這樣子 心裡也是不好受啊 但是這是你只有自己 你回頭想一想 這個媒體 他為了要搶新聞 為了民眾值得錢力 他做這些動作 採訪你是不得不的行為 一定要做的行為 但是你何不坦然面對之呢 即使戴飛啊 也沒有辦法避免啦 戴安拉 也沒辦法避免啦 所以說你還不坦然 面對 就跟沈大佬講的 要不然你覺得你沒有辦法面對這些媒體 你就請一個發言人來說明嘛 這樣不是很好嘛 那蘋果民調 今天民調這邊沒有顯示出來 那個民調呢 對於媒體呢 好像是 呃 因為前面沒有 大家沒有講清楚 給他看一下 看一下 說記者真的很過分 罵得好的多少 39.81耶 認為陳信宇不對的 最愛發飆製造新聞 記者真的是無辜的 38.91 所以同情這個陳信宇罵媒體的比較多啦 對 因為人家沒有看到看得專案嘛 大家不知道這個媒體的這個致力的行為 那一天是等於是突發性的 就像剛剛有華兄講的 是不是看到那個記者又是你來了 所以追著他打 我們在畫面上也有看得到啊 那個媒體用那個閃光燈是連續拍的 所以這種情況呢 那個 大家彼此互相致力啦 那陳信宇的那個率性而為 我覺得他何不如 把心態完全改變一下 媒體也可以受到正面的形象啊 你利用這個機會 你不是做不到啊 我給你剛剛陳信宇講一下話 陳信宇像昨天早上雖然發飆 你看拔掉什麼 3D電視台的麥克風的套子 另外整個護衛隊 宜閃就抽到連帶記者的眼睛 他自己在衝向 蘋果記者去搶相機 可是他昨天下班的時候 記者去問他 他是很冷靜啊 心情是很平靜的啊 記者一樣問嘛 問小孩的事啊 他說那你的小孩呢 這樣回應就很好了啊 其實任何人跟媒體打交道 都要非常審慎小心啊 不只陳信宇啊 因為我們的狗仔文化 我們的媒體已經撒狗血了 要更小心了 我是這樣對所有人都這樣建議啊 我自己如果面臨這個狀況 我就回應靜謹受教就好 就不回應了 如果別人更兇 我就說謝謝釋放禮炮 我有一個原則 我絕不控告媒體 我不做這個紀錄 就因為生態這樣子啊 小田田布蘭尼啊 美國這個小田布蘭尼啊 他不會處理跟媒體 搞到後來自己被警察抓去 精神治療 有沒有那個戒毒啊 他沒有處理好 戴阿拉王會 更處理不好 悲劇發生啊 所以我要強調 任何人不只陳信宇 非常小心啊 我的建議這樣子啊 我不想指責這些媒體 或者陳信宇 我只做個建議 對陳信宇小羽做個建議 第一點以後的發言 是不是委由律師發言就好了 找可靠穩重 剛剛沈律師有自我推薦 穩重 我想律師做 因為裡面牽涉很多專業 他們的權益 委由律師發言 第二點 陳信宇小姐 不必面對媒體 盡量避免避開 想辦法避開 譬如說以後 是不是有人開車 把你送到地下室就好了 就避開 避開這段路了 第三是 我看這段情況要保持低調 有關子女的上學啦 我覺得這隱私權不需要去講 不需要回應 自己的案件 事實上 有一次他兒子的上學 我覺得根本不要回應 更重要的是 我要做比較具體建議 我不願說他有猶豫 真的是他別人講的 但是這個情緒的憤怒跟抓狂 這種情況下去 只是讓陳信宇所處的情況 更加不利 而且惡劣 所以我建議這樣 是不是有心理諮商背景的人 他的朋友可以信賴的 要好好跟陳信宇坐下來好好談 知道自己的處境 客觀理性調理自己的狀況 在處方 我覺得需要一個類似這個角色 來陪伴他 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好 所以媒體事實上 針對陳信宇他是在他上班那個地方 康德雅宜他本身是一個專案 有在三公尺以外的 當然我也期待就是說 下次以後大家相處上 依照一定的規矩來做 可是現在要問的 小孩子的問題 記者一定要去問 更重要的 今天有彰化縣的議員 八個人去看阿扁 他們出來說 阿扁自己講說自己的女兒是病了 議員的解讀說可能是優異症 甚至吳淑森的律師都講 陳信宇基本上是有優異症的 那到底要不要趕快去看呢 那為什麼做父母的 要一直講這個事情 記者該不該去採訪呢 我們等一下馬賽回來討論 謝謝大家